我爸疯狂舔了女首妇三年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成功上位 我也因此多了九个容貌绝世的女神姐姐 本以为要在后妈家当牛做马 不成想九个角色姐姐居然都想嫁给我 上集说道 大姐秦妮上 因反对我爸和秦阿姨的婚事 与秦清红大吵起来 秦清红突然急火攻心晕倒在地 秦清红的倒下 别墅内乱成一锅粥 秦木宇火速奔向别墅隔壁的衣食家 而木白从庸人手里接到了一副银针 便要给秦清红施针 这位美女 你先让开一下 你谁啊 凭什么让我让开 秦阿姨再不救治 可能救救不过来了 你竟然诅咒我吗 木白脸色一变 直接挤开秦妮上 便要给秦阿姨下针 这时 秦木宇刚好拉着一位老先生进门 时间木白手法极快地开始施针 他的手法之快 竟然让人认为只有手引移动的错觉 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针灸的 手法还如此娴熟 就在众人震惊之际 秦清红醒了过来 小木 谢谢你 没想到你还会医术 要不是你 可能这次阿姨就嘎了 呸呸呸 别说这会气的话 这位小哥 敢问你刚才用的是不是悬疑神针 嗯 老先生也知道 那当然了 我曾在年幼的时候见过一次 没想到老朽 竟然在今天再次得见这悬疑神针 老朽当真死而无憾 木老可是做过中医院院长的 是当地有名的医生 虽然已经退休 但是每日想要登门求医的可谓络绎不绝 而这位老中医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那么木白的医术岂不是 我靠 老先生严重了 只是雕虫小技罢了 不知老朽 能不能 嗯 老先生但说无妨 就是 那可 那可 老朽能不能败事 向你学习这悬疑神针 木白一时有些不知道怎么回答 看向秦清红 秦清红轻轻点头 老先生当真要学习悬疑神针 小友愿意教吗 当然 那太好了 以后 你就是我师父 老家伙我名叫木云天 师父再上 请受徒儿一拜 老先生不必如此 我可不敢做你师父 以后我们互相学习就好 这可不行 一日为师 终身为世 小友 莫要阻拦我 老家伙生怕木白 不教他悬疑神针 因此非要把这师徒关系做实 小友 今天我是规定了 耶稣来了也挡不住我 啊 哎呀 秦阿姨 不要谢我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 而且我看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这几天我在用针灸给你调理调理 好 那就有劳你了 对了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你大姐 秦尼上 她什么都好 就是为人有些霸道 妈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大姐 你好 我是肖木白 请多关照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妈 妈 我不是有意和你吵架的 我知道 这么些年太多人追求您了 所以我老不放心了 呵呵 我知道你的担忧 你要相信你老妈识人认人的本事 你肖叔叔和木白都不是要贪图我们什么的人 对了 你也老大不小了 马上要26岁了 也应该为自己婚事考虑了 妈 怎么好端端的 说到我头上来了 我看木白就挺不错的 医术厉害就不说了 长得还帅 妈 您说什么呢 木白怎么能行 再说那是弟弟啊 这有什么 又不是亲弟弟 你们俩谁要是看上 可以试着相处一下 老妈不封建的 秦尼上和秦木宇顿时有些无语 不过想起木白今天的帅气模样 他们俩竟然有些脸红 我养了你们九个 可是到现在 你们一个结婚的都没有 甚至都连个对象也没有 这真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用 我们都以事业为重 都是像老妈年轻时一样的人 可你们终归要嫁人啊 老妈年轻的时候 因为感情受伤 才铺在事业上的 我们九个曾经说过 男人都靠不住 我们要靠自己 而且就算要结婚 我们也要嫁给同一个人 嫁给同一个人 这些小妮子们胆子 怎么就这么大 什么虎狼之词都敢说呀 这样说是吗 我去看她呢 你会尽量的 我去看她